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次是件幕后知识的身份 我们要不趁着现在正法还没结束 再多问几个问题 想都不要想 张主兰 停下 你到底问了什么呀 你差点把我们两个都害死了 你知不知道 你真敢过来 不怕我杀了你 这是你爷爷和我重要的记忆 假身之乱的真相就在这里 什么情况 没时间解释了 赶紧走 张主兰 你大概是为你的帮助的 好久不见了 龚哥 那是爷爷吉利想要守住那个秘密 不就还是守不住了 哪都通快递 最近出现大规模送件失误 这次影响非常恶劣 我决定了 你和宝宝来做 我给你们俩找了帮手 高二壮 居然是个妹子 不许在背后说我快话 奶奶 我错了 行吗 这个高二壮到底长什么样子 那全新盗取这些信息 他们想知道什么 是关于八旗机创造者的 这八旗机到底有什么秘密 但现在事业禁闭了 我问谁 入眼 当年这八个人捂出八旗机后 他们相互之间只是透露了名称 为了能从冯建阳口中问出八旗机真相 一个个全都栽在了这次审问上 那怎么没有试试吕霞的名魂术 那假身之乱 以前他吕霞还没有名魂术 你小子嘴硬得很呐 这八旗机到底说的是什么 我在天津中的记忆中看到了双拳手 为什么名魂术和双拳手那么相似 这可是我们吕霞家最大的秘密 伤前手和名魂术的关系嘛 我现在就告诉你 明魂术只能抽取记忆 是不能删除脑袋里存在的记忆 我们吕霞家名魂术没有这个 要不是女家才有名魂术了 不对啊 你笑的记忆怎么没有啊 小欢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不告诉你 你也不要告诉别人 第五代了 他今天该来了 太爷爷 咱们吕霞家哪单身一个新小孩 你都得给他封上面绝绝去 这到底是为什么 是因为你 让人吕霞家的每一滴血都很珍贵啊 杀了自己的妹妹 从而成为了吕霞家最强的 灵魂术使用者 还从家里跑出来了 可以啊吕霞 全性的人都没你疯 我今天就要让你们尝尝 失去自己最爱的人 失去所有自己美好的回忆 到底是个什么字 人奏 尔子 大家 있는데 解釋 尔子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